Hello,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洗碗碟機 每一次煮完飯看到這麼大堆鑊、碗、筷子 真的見到都不想洗碗 那究竟可以怎樣解決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洗碗碟機 這部洗碗碟機其實是比較大部的,是座地式的 但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你買什麼牌子或者大小的洗碗碟機 其實我覺得都不要緊的 最緊要是幫到自己,適合自己家庭的需要 我這個機是有三層的 大家看到有上、中、下三層 那上、中、下其實它都有三個葉 亦是我喜歡這部機的原因之一 因為我看過其他的洗碗碟機 很多時候只有兩個葉 最頂就噴水 但是這部機其實最頂的部分都是有一個葉 那開始當然將髒的碗碟機放進去 那其實首先都要將如果很髒的污漬沖一沖 就不用去刻意這樣洗的 那也都將那些碗向下放 因為如果不然就會瓊水了 其實多放幾次就會看到怎樣放些位置 好像我現在這樣 都將那些碟 最後針板放在一些位置 那就盡量利用空間去擺放廚具 最頂這裡可以放筷子、鑊鏟等各樣 那至於清潔劑呢 其實現在右邊這一粒 就是跟回機的牌子的清潔劑 那通常我就用清潔粉的 因為比較經濟一點 每一次用一殼就已經夠了 這個機就有三個不同的選擇 有環保、自動 還有可以以75度高溫去洗碗 通常我就會選75度 因為感覺可以比較消毒、清潔多些殺菌 通常我開機就會等晚上 那現在就看到了 我通常就關燈了 那洗一晚就有得它 其實兩個多小時就會洗完 最後倒數的時間 它會自動打開門 那隔了一晚 其實再打開 那些碗也已經乾得七七八八了 剛才很髒的鍋 很多菜汁在這裡 我都沒有刻意清洗過 可以看到現在也是洗得很乾淨 另外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洗碗碟機的好處 當然是它以那麼高溫去洗 去消毒、清潔 去消毒、清潔 但同時間有一個 我覺得是少少 不講得上缺點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無論你用什麼牌子的洗碗碟機 雞蛋漬是洗碗碟機的大滴 是洗不到的 所以變成煎蛋、炒蛋、煮個荷包蛋 另外如果你是把一些肉類出過水 黏在鍋邊的肉的織 其實也是會比較困難去清洗乾淨 所以如果你煮個雞蛋或者肉類 其實最好都是要自己很少清潔一下 才用洗碗碟機 這樣就洗得最乾淨 也有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我買之前 我都見到很多網上討論 當然說洗碗碟機 浪費水、浪費電 我開得機來 我自己都已經洗完了 其實我用了這麼久 我覺得 看回電費單、水費單 但其實一點都沒有多到電費 或者水費很顯著那麼多 真的沒有的 而同時間 節省了真的很多時間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洗碗碟機之外 我有一陣子都會用這個機 去洗抽油煙機 大家看到很多油漬 黃色這些全部都是油漬 還有爐頭那些架 其實我隔幾個月就會把這些配件 放進洗碗碟機洗 因為它高溫 75度 其實洗完就會非常清潔 油漬是會去掉了 這次因為比較油 我會用原廠跟機的清潔劑洗 現在洗完了 可以看到全部是啞色的 其實本身是鐵的顏色 今天多謝大家看這段短片 如果你覺得這段片幫到你的話 希望你也可以留言 like和subscribe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你們